新北市的登革熱 今天一早又開第二次的一模電影 那看起來我們所有登革熱 集中在中和跟新店兩個區域 那我們開始採集的步驟是 整個區域區塊的防治計畫 那區塊防治計畫裡面 我們鎖定了55個里 除了行道清刷 把資深園清除完畢外 同時我們也要落實整個管治區的管治 我們管治了17個地方 也呼籲私人朋友不要擅闖管治區 因為這個很容易造成登革熱的感染的傳播 從9月23號發生以後 到現在將近快一個禮拜 新北市全部總動員 在整個資深園的防治上做好清箱 我們平均三四天就會做到五度的清箱 那目前看起來在整個管控上 大致還是集中在中文跟新店兩個區域 沒有擴大 那我們只要集中 能夠就有效的控制整個登革熱的病媒文 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目標 那到下個禮拜大概是我們病媒文的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時機 所以我也呼籲我們市民朋友 一定要配合新北市 來做好整個環境的行道清刷 尤其環境資深園的消滅 才是一個最重要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希望下禮拜能夠有效控制 出現的程序 走到滅 前面 就是 在岸30山 便宜 出現的程序 你的滿足